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兄姊妹 大家好 这段时间教会停了实体崇拜、团契或其他聚会 有很多人心里面有疑惑 究竟牧师传道不是很空 可能这都是你心里面的问号 我今天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我反而会想起教会的本质 和我们作为传道同工的本质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 我又想起很多年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读一间公共大学的神学院 在那里我接触很多老师和同学 其实都不是骄徒来的 因为我的老师很好奇 就问了我说那些牧师传道不是很有空 只是礼拜日讲篇道 平时应该是由手好走的 那时候我年轻一点 有时候都不是很脾气 我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回答他 我说听说那些大学老师 除了一个礼拜教几堂之后 那自己在实验室或者在自己那里写一下东西 出了披露 那不就是很有空 那不就是很有空 我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也有少少冒犯别人 以这些反映 不少人的心态 就觉得自己很忙 别人很有空 其实教会为什么要存在呢 它的本质又是怎样呢 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个人性 也有群体性 我们固然信耶稣 是直接的和上帝建立关系 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 都是祂的儿女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 去建立个人的关系 但是天父不让我们孤孤单单 去地上做基督徒 教会也有它的群体性 或者我们信仰里面有群体性 正如在《使徒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相信是圣徒可以相通的 所以究竟一个牧师和传道的角色 是什么的角色呢 这段时间就让我想起 有些人呢 他自己去跑步 或者健身 都会做到好的成绩 或者想去减肥都达到效果 但是也都有不少的人 自己憑着一肯热成 想着去跑步健身 但是很多时候都只是三分钟热度 有些人加入了健身会 都是头个礼 一个星期一个月去参加多些 以后呢 就很多人告诉我 他主要去健身室呢 都是去洗澡啊 看报纸啊 事实上呢 运动的时间都很少的 这样 我们牧师传道 会不会其实就好像 这些健身室里面的 personal trainer一样呢 我们都是帮助我弟兄姐妹建立 一个良好的熟灵习惯 建立自己的生命 怎样可以向神有开放性 引导他们在地上走天路呢 就好像本人约翰那本天路历程一样 我们在地上走天路 有很多难关需要面对的 我们的自我老我 很多时候都会捆绑着自己 让我们有骄傲贪心 不能够向前行 我们作为牧师传道 可能就是那个跑会的trainer 鼓励大家一起同行 建立一个良好的熟灵习惯 最近我们弟兄姐妹 都有不同的难处 需要面对 我知道我们的童工 花了很多心力 去帮助弟兄姐妹 在艰难的环境当中 尝试去仰望神 我们又用一些实际的途径方法 去帮助弟兄姐妹 解决他们实质 现在面对的难题 就好像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为什麽事要相聚在一起呢 是为了彼此坚固激发外心 勉励行善 但我们的目标 仍然是仰望神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与神建立自己的关系 希望你能够天天上主恩 我作为一个personal trainer 继续鼓励你 恬心地去执行你自己的目标 天天地在奔跑牆上面 去得着神的喜悦 圆着天天地在奔跑牆上面 做你尽他就信心地露 每日活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尝他爱尝欢喜 圆着天天地在奔跑牆上面 圆着天天地在奔跑牆上面 更多心想起来 圆着地用 传媳 圆着天地到够 Mach道 尽他存痕 里巴 met牆上面 带 靠淡 音乐 选峰 復 ребе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